那么另外一个是这个 也是好朋友应有什么样的效果 还是都可以让我们稍微做一个了解到 那么最近大概我们一阵有些 其实这个东西阿爸找了很久 这是怎么说 因为我们在温暖的时候 我们会遇到一个最大的困难 你不知道有去想过 比如说像我用这个玉米酥 我们做障碍环节也不错 这很多人应该过来 所以大家对这个东西实在是有信心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那天有个朋友就跟我说 有啦有好啦 但是感觉我们怎么会热呢 在热的时候怎么会热呢 那就是这个增散作用 我说像今年很多这个贵子 从民众也是同样赌到 反正今年很多 大概在五月 在签名五六七这三个多年 我们都赌到一个很大的难处 就是说比论上来说 我们温暖的人都会是湿度的高 那高温和湿度的高 要对面 很多我们都在这些天气都是这样 但是今年也有一种情形 就是高温 但是稍微干这个湿度 稍微消化稍稍稍稍微 有很多情形的会热热 这有人说尤其在中道时的时候 就很容易热 那我们做贵子 做贵子最怕就是中道热热 有的说那些困中道都会 对啦 那为什么叫做都会 因为就是 它很容易有一些均衡的一个 这个变化 我们现在成功和均衡的变化 如果是处理好事的时候 那不是还有困中道的 但是不太严重 所以我们一个管理 一个过子 管理好 管理不好 我们通常就是在10点 11点的时候去看 看那时候有在困中道 那时候如果没有 应该就表示还不错 差不多到中道过 过到过了 点多 像吃饭饭 中道时 这以前在笑的时候就是这样 10点多 11点 那时候很热 去看看 没问题 回去吃饭 吃饭饭 要在困中道进行 先去看看 再去行人 再去看看 看他有在困中道 因为那时候大热的时候 是不是有困中道 这个东西 对我们在管理里面 无论水分 还是对均衡健康的一个维持 那都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 因为困中道 比如说阳香瓜 也是同样 这个梅隆 甚至火锅 气锅 柯锅 菜锅 尤其越大幅 这种的 如果在困中道都越吃了 你看到会怕 因为在困 那是 有的七十八十 九点 或十点就在困 人刚开始在困中道 就在困中道 那怕就死了 有时候到那天 就一直睡到 一直睡到 到晚上 照顾人涼涼 人悲昏 他都不悲昏 但是你怎么看 他也是 这个 土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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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 但是也有这个 但是你 你会觉得 从没有那么严重 他就这样 就这样 其实有时候是这样 这种就是一个恶性的 一种恶性的 这个顺困 就是说 他现在金箔有刷糖 有一些 鸭 有一些 这个 白白关 这种病害的 一个发生 其实是不太严重 但是他吃水是不是 就受到这个阻碍 所以他要降温 降温 他就 他水就增散 增散就很快 他快又吃不到 增散作用 就很快 他就 他就 这个水分 就一直减少 一直减少 水分减少 就减少 一个程度 影响到 光合作用 影响到 他的心灵代謝 结果他的筋其实还好 但是他就 回不回来 所以 我们在用这个东西 就是说 在这个热障碍 我们在用玉米塑 当然是没问题 但是 这个困状堂的部分 我们通常就要 或是希望说 找一个东西 就说他有一个 例如说有这个 和玉米塑 但是 最主要就是 可以减少 页面的 水分 流失 那么 所以 通常我们有看到 就是说 这种类似像 一些 植物的 海藻巨糖 藻巨糖 这个东西 可以 保持 一个 渗透 一个 保护剂 就是 就是说 不要让水分 湿到很快 不要 慢慢 慢慢走就好了 水不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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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 慢慢 水 慢慢 冷 这种的 政策 在 政府里面 就是 可以 批判 批判 一些 困难 的 经营 所以 为什么 我们说 生力旺 和李翁 这些东西 就是希望 要来解割 这部分的 这些问题 要说 困难 我们知道 有涮糖 有进步的问题 我们把它处理 但是 如果是效便 我们就把这些东西 它有一个 甜菜煎 有一个 海藻多糖 藻巨糖 可以去调节 渗透压 让它 不要有困难 这些甜菜煎 它本身 有一个抗拧的作用 对一些恶劣環境的 控制 效果都不错 所以 有这种 保护 这包括有时候 一些 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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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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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粿粿粿 粿粿粿 粿粿粿粿 粿粿粿粿 增產作用的改變成肥皂大 滲透壓改變成肥皂大 這時候我們就需要用 來替他這個海藻多糖 藻巨糖 這類的這個東西 替他做一個保護 不然他的肥皂 柚架 心味 柚紅 這種的上海 所以就是說這個東西在火鍋裡面 怎麼用 在陽香鍋裡面怎麼用 簡單就是說黑暗天 不可能每天都黑暗 總是烏雲總是有過去的時候 所以你在黑暗的時候 你就要先處理好 現在好天來的時候 他就把他保護掉 就比較不困難 覺得我們也遇到這種的情形 連續幾天黑暗天 現在來出門 阿倫他也連連 有的說那不夠快 要正常 覺得有時候筋比較用 你如果像火鍋 那卡就不正常 連續都是不正常的 所以你像這個陽香鍋 那用這種藻巨糖 這類的這個東西 你就是這樣來做出力 那對著這種 溫度突然的一個變化 譬如說 這個 你如果是說太熱 當然你也可以用這個 叫味噌太冷 你也可以用這種調整 對冷來說 但是如果開火這段重感 我們我們怕這個 因為黑暗 或是說高溫 或是高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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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我們進行會去噴 噴這種沈海綠藻 但是對高溫來說 這沈海綠藻的一個 保護的效果要不太夠 所以我們通常就用這種東西 這是一個義大利 那他們在這種 地中海綠氣候區 他們有一個特色 就是下干冬雨 下干冬雨 熱人的時候很大 所以它就在高溫 如果空氣比較濃 這種的一個天 所以你一定要去噴這個東西 把它保護掉 這個高溫的時候 可以把它保護 所以這樣起來 它通常就可以去檢測到 它的一個落果的 一種的發生 那麼重點就是說 這裡還有一個是 松樹的提取物 其實那種東西 就是有類似像 這種粉朗分類的一個化合物 這種分類的化合物 在日本有一個產品 救命的 那賣得很貴 那種那支你就知道了 其實它就是一個類似 類似像在我們的一個 這個果蔬生長樹 果蔬生長樹裡面 有一個木創育分 大概是這一種分類 分農這種的一個東西 這種東西是荷蒙的 這個前驅物質 所以它這是天然的 可以增加對到它 增加對到這個惡劣的 環境的一個控制 然後因為我們通常在營的時間裡面 它是一個這個 澡堂 海澡的澡聚堂 這類的這個東西 那麼包括這個 松樹的一個提取物 最重要的就是說 它裡面再給它加一點鈣根 因為黑暗天你把它帶下去 你就不用再另外要補鈣補霉 所以你如果想到說 哇這陣子呢 黑暗還是說這個太熱 要爆發保裹 要補鈣補霉 你就用這個下去補 這樣起來 它就可以對這個 還有一個補助 這是一個抗爭散劑的一個用途 這個東西在 歐洲人的一個這個用途 最大的一個看 這通常 那麼它去改善到隔溫 因為隔溫的一個這個 這個滑火的一個情形 你就可以用這個去幫它這個補助 還是說像我們回歸 或是這個洋漿瓜 塗到隔溫到旁邊頂的時候 像隔溫燒到燒火燒起 一種增散作用 這個控制不掉 這種的一個情形 你就可以用這種 這個海藻巨糖的一個產品 這個東西是這樣的一個應用 那麼 這是我們對它的一個 這個適用的一個重點 所以就是說 比如說你在黑暗 就是整個重點 黑暗變好天的時候 黑暗天就要刷 要知道要再來好天 要刷三天黑暗再來好天 它甚至就會困難 這種改割到這個 黑暗變好天的一個困難 你把它刷 刷一次你就知道 這個東西太好用了 你如果有用過 真正我們有好朋友 你把它刷過 水菜也是一樣 水菜你如果是會困難的 這種 當然你如果說 刷刀很嚴重的刷刀都沒有去處理 這沒辦法在刷刀 刷刀也是要去控制住 但是我們知道是因為這個黑暗天 純粹是一種生理上的障礙 黑暗天的一個變化 如果這種可能就可以來使用 你這種就可以來使用這個 這個東西 你本來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成分 其實它應該是三大成分 三大成分 第一大成分是藻巨糖 特殊的這種藻巨糖 再來就是一個分類 鐵類的東西 松素的提取物 它有增加對著這種環境的控制 這通常是 有殺菌殺蟲的效果 其實是糖不需要外 這個東西 記憶作用 還有一個 它本身就是這種 植物荷蒙的前去物質 大概是這樣 那麼另外一部分 這個甜菜鹼 這個甜菜鹼 我們就知道 我們很多的東西 並說釣菜裡面 那裡的甜菜鹼 抗逆症的東西 這類的東西 都會染 一種甜菜鹼 這對惡的環境的一個控制 這大概是這樣的方式 這讓我們好朋友先知道一下 這三大作用 那麼 所以你在用在洋香瓜裡面 這就是 第一改革的就是 困難度的一個問題 這個增產作用的一個環節 對到這個 尤其高溫期間的一個 太過頭 擁熱 這種所引起的一個 這種過度增產的一個現象 對到柚紅 新鮪 新鮪的一個保護 我們說像這陣子 我們很多好朋友 種這個寶貝仔 你可以把它試試看 種寶貝仔 種寶貝仔 這個時候 我們知道 它很容易缺鈣 但是因為 它就軟了 它的新鮪保護不到 所以你用這個東西 來攪拌 這個硝酸蓋 你攪拌 你攪拌 這不用用很多 這個東西 其實不需要用很多 這個500杯 或是用的 甚至用到1,000杯 它都會一定的效果 所以 這個好客 這個最多 這還不錯 所以這給你 稍微做一個參考 大概我們 使用的方式 那麼 在我們 網仔粵裡面 洋漿瓜 莓隆 粵 你都可以這樣 來做處理 這個提供 給我們 這位提供朋友 稍微做一個了解